歡迎收聽Girigala 今天呢 請你吃大西瓜 今天沒有 我以為那是你們固定的名字 沒有請你吃大西瓜是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們這個叫做是 關你屁事 關你鬼事 關鬼的事 關鬼的事 今天關鬼的事就是有請到重量級的嘉賓 關曉雯先生 誒說真的我不知道我要來誒 因為我一集圍這個節目是你們三個人限定的 沒有沒有就是隨時可以改變 因為他們限定就是有一季這樣子 但因為我怕你太忙先以 我們先試個水溫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個搭配很OK的話 那我們有可能會跟你申請說 拜託你再來 所以這個節目其實是以你為主邀請朋友 不是他們三個為主對不對 不是是我們三個 應該是我們三個為主是一個系列 然後我現在關鬼的事是一個系列 好知道知道 然後我們每次講的主題都不一樣 好知道知道 對你想要講什麼主題 我都可以聊 還是先去不要腳本 我們隨便聊 因為前幾集我是有聽喔 算是好笑喔 我覺得我希望你來這次這一集呢 是希望你可以講一些你平常沒講過的 因為你平常東西太多 一個禮拜要上好幾支影片 對沒錯 然後他這次也是昨天晚上錄了四集 我覺得你算是太拼了 所以我想要聽你講一些比較 平常沒講的話 好可以可以可以 對我們今天的主題在講說 當自己的boss有多難 是 對我們兩個都是身為是 一路走來 然後到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是自己是自己的老闆 因為你算是老闆前輩啦 老闆有分前輩 就是開始當老闆很久很久很久 差不多五六年 對 對你幾年 我硬要講的話就是這一兩年的時間 那你是老闆菜鳥嗎 而且就是 這一集要跟你聊什麼啊 我也不想當老闆啊 我根本就不想當 為什麼不想當 因為我喜歡被決定 你喜歡被決定 所以我讓他這一路以來都是被迫 那你喜歡被控制嗎 那不然當老闆 就是如果他們比我專業 我就是聽專業的人的 可是是因為後來發現 沒有人想當老闆 那不然我來當老闆 就是你自己當你自己的老闆 對 可是我覺得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有很多的面向 就是 有困難的 有好玩的 然後也有 可能是很難以啟齒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要討論 就是 比如說今天有腳本 是 我們兩個很認真 我真的很意外會有腳本 怎麼了嗎 我們很認真 因為昨天半夜 吳瑩姐應該要打電話來說 我們要瑞搞 我還說瑞屁呀 就是不就聊天嗎 不是 大概知道一下說 就是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大西瓜真的都有瑞 只有瑞 到後面跟他聊天 因為聽你們節目我是有聽的 可是聽不出你們有瑞過本 我們有瑞 OKOKOK 但有時候會突然 但因為現在可能我們還在屬於覺得 還在正經的放話 都會突然跟我講別的 我們再講到別的 好 反正我們在講說當自己的老闆 首先呢 為什麼我們有創業的想法 我 我是因為 脫離經濟公司的束縛 對 因為我覺得經濟公司沒有不好 但是我可能不適合待在經濟公司的體系 因為我後來可能慢慢長大之後 可能小時候適合 對 但我長大了我覺得 我好像想要為我自己 找到自己的一番田地 好像很多明星都是這樣 就是因為剛出來的時候 比較沒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公司幫他安排什麼都可以 可是到中間會突然有自己想唱的歌的類型 或是想做的舞曲的類型 然後就開始覺得說 那不然我自己出來做什麼 你講的不就是我嗎 很多人 很多人 還有你講講看 例如說像是楊成林啊 就是各式各樣的明星 可能到後面覺得自己出來做 也可以對不對 可是因為自己出來做 就是你有選擇的權利 但因為以前在公司 你可能就是要 比如說你當記者的時候 你得要聽老闆 老闆說 叫你去訪這個藝人 你就得訪 但可是你訪 你明明就沒feel 對 我知道你很多沒feel的 哈哈哈 就是 那是工作 那時候我知道的觀察文 就是他每天 都在訪各式各樣的藝人 對 不敢新的 紅的 舊的 然後 他一天要寫七篇文章 至少七篇 然後有時候我可能看他寫 他文筆造詣也不錯 但他寫到 有時候寫到後面會看得出來 他對這個藝人是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除了對藝人有沒有感覺 是因為他們寄來的 或是發生的事情都差不多 什麼比如說 就例如說什麼 在拍音樂的時候 什麼痛苦的十八小時啊 然後穿了很厚的外套 所以他流汗啊 我想說 我們應該看這種新聞吧 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耶 或者什麼辛苦 什麼吊鋼絲啊 這都差不多 你不是在講我嗎 沒有沒有 我在說這都差不多 所以就後來已經無關 你對這個藝人 就是他們發來的 你覺得我們在扮演一個字 不是不是他發來的稿子 就了無心意 那你覺得怎樣的稿子叫有趣 我就後來發現稿子不是重點 是他作品內容本身要夠好 什麼稿子都沒關係 因為有些人作品不普通通 可是自然的稿子太會寫了 因為這世界上有些人會寫稿子的人 真的喔 那你看他最會寫的是怎麼寫法 好 就有一個我看過 他算是某個 算是比較本土的歌手 然後呢他這稿子寫來 就是說他從來沒有跳過舞 然後呢他為了要練舞 他穿上高跟鞋 他說他半夜就是會夢到自己下行沒練舞 然後半夜突然穿家裡的高跟鞋 開始跳舞 跳到樓下管理員出來按門鈴說 怎麼還沒在練舞太吵了 樓下抗議了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真的假的啊 有BUG 管理員怎麼知道他在跳舞 樓下的鄰居打電話給管理師抗議 他頂多就這樣 就可能吵到人 可是我只是覺得半夜夢到起來 練舞就已經夠累了 還要穿上高跟鞋 我就想說這到底真的假的 不是這就是一個在夢遊 他應該寫說他因為壓力大他夢遊 但是他的朋友看到他穿高跟鞋跳舞 這個比較扯吧 比較真實 對可是如果他一個人住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我就覺得 喔這故事蠻完整的很精彩這樣 真的耶 對對對 所以你才會收到這些稿 就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 那現在會收到嗎 現在不會啦 現在不會有人寄給我了 我們剛剛問題是在講說 我們創業契機是什麼 創業契機就是因為你受夠了這些事情 然後你想說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這條路有沒有新的發展這樣 對吧對吧 我會覺得就是雖然經濟公司它 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踏出去 跨出去 跨出去 這個舒適圈 我覺得更困難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難想像 產業的轉變是非常快速的 超級超級快 包含現在 創業公司其實也不太願意簽人 真的 因為以前他可能只要花個幾千萬幾百萬 舉例愛回好了 他送到日本去訓練 是艾貝克斯 當年的愛回 就是他可能送去日本訓練 或是去韓國訓練 回來他只要砸幾千萬買廣告 他就一定會紅 只要歌不難聽就會紅 你有經歷過那個年代喔 有啊我喜歡王心靈啊 那時候小時候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好像即便要花了幾千萬 簽了一個人訓練了幾年 他不紅就是不紅 你這樣講我會很敏感喔 不是你吧 不是我啦 不是 因為他很真誠說 簽了幾年 然後這樣不紅 這樣子很真誠 因為現在唱片公司 不可能再花這個錢去砸人嘛 他寧可簽線上IG 三萬五萬的網紅 我簽過來 我管你會不會幫你發個片 有錢我就抽成 我業配你也抽成 所以現在以後可能 真的會很難有新的巨星出現 我覺得啦 真的喔 因為每一個人好 假設今天是我自己寫歌 因為現在很多自己出來寫歌的人 他只要出了一張專輯紅了 其實紅了 我也不會想簽給唱片公司 因為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現成的作品 會被你整晚端走 可是當然或許他們看不到 未來的利益 或者是唱片公司 可能有一些國際市場 然後可以把它開全世界巡迴演唱會 可是當然現在疫情的關係 更難看到這些東西 你認真起來其實很迷人 真的假的啦 不是因為你有時候都太多那種 就是 就是只要講個舞劇 就哈哈哈哈 覺得笑 但你剛剛在講這段話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 我在旁邊看覺得你很迷人 而且 你頭上好像在燙頭髮 不 好大家可以來看這個畫面 就是我剛剛是點了一個洗染燙的套餐 就是 這邊有特價就這久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冠少文講的這些話 其實都是我們心裡有的感受 但是因為他可能會看的 跟我們的角度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自己成立這個 成立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有些的部分也是因為 他剛剛說的很多的種種的原因 所以我想要當自己的老闆 因為當自己的老闆呢 我的姻緣際會 碰到我現在的經紀人是 在我在前公司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 他是一個執行經紀人 是 那執行經紀人呢 其實有點像是助理 但有點不像助理 就是比助理做的事再更多一點點 對 他可能要對客戶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離開那個公司之後 我就出來嘛 然後 那時候他也離開那個公司 但他那時候不在那裡 然後後來 他去別的公司 然後我合約快要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那你有沒有想要我們一起去闖一闖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沒關係 那我想為我自己挑戰一次 我就把他說 那你直接當我經紀人這樣 哇 其實你也很敢用人欸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 現在就是很多 稍微年紀比較年長的經紀人前輩 那他們一定有他們做事的模式 但因為我覺得那個模式對我來講 現在比較不適合我 可是你怎麼突然就敢出來自己做 我說那個idea是哪邊來 那種感覺 因為你是很早期出來做的人 我很早期 然後那種感覺是結婚的感覺 衝動 因為現在很流行明星級開工作室 他就學我啊 對對對 就是你當時怎麼會有這個idea啊 就你很早期欸 對很早 因為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就已經是這樣做了 欸是嗎 沒有你認識我第一次是在我的簽書會 我還在那個公司 就是尾聲了 對已經尾聲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就是一股腦 就像結婚是一種衝動一樣 我會覺得說我現在不出來 我到底什麼時候出來 我還要被困在這個 我還要在這樣子的模式下生活嗎 因為其實在經濟公司的模式下 其實我某些層面是非常非常不習慣的 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在 我拍戲拍了五六年的時間 然後我也剛好想要賺一個 就是我想要當歌手 然後我就毅然決然的想說 那重新自己做 那其實自己做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很辛苦 對啊 我們要去找資源 對 即便即時到現在 我們都還在找 我覺得最難的是 你要讓別人相信你做得到 嗯 對 對不對 就是就算你想唱歌 可是你不自己出一個歌 誰會找你唱歌 對 就是你不先花一個錢 或是把你的那個規格 拉到一定的程度 別人就覺得那你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就是這種感覺 對不對 對 就是如果我沒有把自己的就是 呃框架做到一個屬於 呃 呃五應節的框架 嗯 就人家會覺得說你到底行不行 你就是不行嘛 你不行你幹嘛來跟我講 你沒有來跟我講 對 比如說我我現在做我的框架 呃我每一場活動 我都希望是有漂亮的照片 是 呃不是說我覺得我自己很美 啊我現在層面是這麼覺得啦 但是我是想要就是讓別人知道說 我自己的社群我會規劃我自己的樣子 對 然後讓別人看到說 喔我們會找自己的攝影師去規劃我們的 比如說每一次出出出出席活動的look 對 然後去規劃整個讓別人看到我們是這樣 對 但比如說你你會做什麼樣的 就是我們就沒辦法像你花那麼多錢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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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句的重點就是你是很愛花錢的人 然後我是個很不敢花錢的人 不是現在你 但是你被我影響了 對我看這個重點是要如何投資你自己 可是你就是很敢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很敢投資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一場活動你收多少錢 可是你的攝影啊 妝髮衣服啊 就是這些其實有時候就是打拼而已嘛 基本上是打拼啊 對 所以我不想馬虎啊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 所以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這過程是因為你不缺錢了 還是說 我缺錢了 那為什麼願意做到這樣 是因為讓大家覺得你要可以做到這個規格 還是說你覺得這是你想做的事情 不想要隨便 或是不想要敷衍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品牌啊 那我覺得對一個品牌來講 你覺得品牌會隨便嗎 因為我現在就是我本身的品牌 那如果我自己不做好的話 那別人怎麼會相信 就像你剛剛說的 別人會相信 就是你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東西 對你都做給他們看 他們不相信 對他們不相信 所以我現在就在做給他們看的同時 我也是保護我自己 因為我要鞏固我的品牌 然後我要樹立我的品牌 我要樹立 那個樹立品牌有點像樹立我自己 對 所以我會想要做到這樣 就即使可能每一場活動 我基本上是虧錢的 對 或是每一個表演 但我都 尤其是表演 因為你還要帶dancer 還要帶道具 對 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你妝髮都要帶到現場 而且你沒有dancer問題 對 唱卡拉 對就是這個東西 比如說可能我也有思考過 我要幫他們跟管哨文一樣 就是我可以不用帶dancer 但有時候又會覺得說 這東西不是這樣說就算了 因為你不愛這些歌啊 對啦 因為我真心愛啊 但因為他那個歌就是 他基本上每一次發歌 我都是會唱的 對 我真心愛這些洗腦歌 傳唱度很高的歌 那你不要唱你的歌 不要 現在唱唱一下 現在沒有電卡拉 我不能唱 你沒有不是在害怕 真的是吧 不是你知道Podcast不能順便唱歌耶 你就唱個兩句嘛 台電神曲 他會偵測版權 天鬼 尾尾尾 那就盡量唱首音 盡量 盡量 還可以吧 大家上網聽一下 這首歌叫關關燈 那另外一首呢 另外一首是 一家一可一大 與愛 想我恨你是天朝地生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來聽修過的版本 你發歌是不是真覺得版權的啊 會啊 其實不太能隨便 其實好像不能這樣隨便唱歌 可是我們都唱了一堆歌耶 可是我聽不出來就可以 可是我們都唱的歌 可是我們唱的歌都有聽出來吧 之前唱的一些歌 就看你的收聽率啦 如果沒什麼人聽的話可能抓不到 好啦 但是那個網紅前輩 發歌的前輩 沒有啦 反正它是有這個規定在啦 就不能放歌啦 可是我不知道唱歌可不可以 你剛才唱完了 對 剛才唱完了 那觀光店的那個歌詞 觀光燈 不要亂搞我的歌名 我剛剛要說什麼 我剛剛說什麼 觀光店 觀光店 我剛剛這故事其實 是觀光店還觀光燈 觀光燈 可是你不是台電神曲嗎 就觀光燈就是要大家一起觀光燈啊 那為什麼要叫觀光燈 因為它就是邀請大家一起觀燈神殿 然後因為觀光也是我的這個觀光這樣 對 然後我剛剛這故事也是滿感人的 因為你看我前面三月不是花了一百萬花一首歌嗎 對 然後終於做出來之後 天哪 居然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一首廣告歌 對 我就真的接到了一首廣告歌 對 所以我覺得前面真的要花一點錢 或是花一點時間 做出一個東西 然後讓別人覺得說 天哪你居然也做得到耶 對 那會有在路上會有人說 觀光你那個新歌我有聽過嗎 有耶 然後他跟你說 欸觀光店那個歌好好聽這樣 他不會講錯 就通常講錯只有你這種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觀光燈 對 所以路上的人會怎麼跟你講 我覺得很多都是媽媽帶著小孩來 然後會跟我講說 她小孩很喜歡聽我的歌 或者是說 他們因為這樣其實也會隨手觀燈 我就覺得天哪 真是有意義的一首歌耶 所以你會覺得感動嗎 我會覺得感動耶 就是自己還有一些影響力 然後教他們去一些 學會正確的觀念這樣 那你有沒有什麼 我一直很好奇 你有沒有什麼粉絲啊 你是有粉絲的吧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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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看不到嘛 有四十幾萬啊 怎麼了嗎 哪個部分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呃 你有粉絲 但是你有看過 實質上看到你的粉絲過 本人 你是說有沒有辦過一個見面會 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有沒有看過 比如說你去哪裡 他會出現這樣 你說有沒有追新竹 追我那種 國際粉絲不算 目前好像沒有啦 就是我在哪邊出現都蠻安全的 就即便我這邊打個卡 也不會有人在樓下走我 但他在路上被認出來機率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對 高到我都會覺得 有時候 我跟他出去 我會覺得我是他助理 因為 大家會先認出他 再認出我 因為我人高馬大 加上我很難遮掩 即便我戴了口罩 眼鏡帽子 我的身形還是遮不了 對 然後我聲音一出來之後 他就很確定是我本人這樣 對 但你有困擾嗎 還好 因為我沒有什麼虧心事 所以我都滿自在的 你是以身形 大家在認你喔 都可能的 或是背影也可以 或是衣服 背影也可以 因為衣服他就是那幾件在run 對對對 他就固定了那幾件 比如說你們有仔細看最近有一個橘色口袋 然後藍色的工作服 對 然後還有一件卡色的T恤長袖的 然後還有幾件什麼 應該過幾天那TREATYBURN會出來 反正總共就那幾件啦 你可能買一些新衣服啊 我就應該去買一些啦 就去買一些新衣服好不好 等換季啦 等正價的時候 自己是當老闆應該有錢吧 好啦好啦好啦 我再買一些新衣服 那你覺得當老闆 你有沒有覺得最困擾的事 我覺得最困擾的 大概分兩個吧 第一個就是控成本 第二個就是管人 控成本管人 對 我是沒在控成本啊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 因為都是你今天在控成本啊 對 他現在會 就是會輕易 就小小聲的說 不能再這樣 我看這是你的優點 是你的缺點啊 你就是很愛花大錢 可是他偶爾可以做成一件大事 可是如果他沒有變成一件大事的時候 大錢就沒了 對吧 嗯 對啦 但是就是一種經驗啊 對 就是看你願不願意 但是我會覺得花在我自己身上 也沒什麼錯啊 對對對 他就是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 就是我是那種花錢 就是如果真的花太多 真的沒有辦法回收 那 我心裡 你要說真的沒有關係嗎 不太可能 但是我會覺得 那就是 就是為我自己付出 我也不可能說 我花一千萬出去 我得要賺一千萬回來 因為一千萬實在是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難賺 對 對 所以就是當自己的老闆呢 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困擾的是 送禮 送禮物嗎 送 就是你知道 過年過節 中秋節過年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到現在 你是說送給合作的廠商們 還是是員工 我的員工有時候一個 我不管就兩個 但是就是 我覺得送禮這件事情 就是很難取捨 就是比如說 因為像我們這樣每年 這樣送禮 也送了好幾年了 像之前就比如說 我們會送一個比較大盒的 對 然後送給一個體系 對 但是那個有時候會不見耶 你知道嗎 你就被其中一個人拿走 就是會送送不見對不對 或是 或是他不知道是 也不知道是誰 你應該說收到的那個人 他不知道是給整個pin的 他以為這是for me的 因為他可能跟你合作專案最密切 他以為是給他的 所以他就拿走了 但是我就想說 然後後來我們就一直轉換 一直轉換嘛 比如說後來變成是藝人 就是我們會準備一個小禮盒 是for 就是以人為單位的 對 但是有時候 每次送完 我都會有個疑慮是 是不是那個誰誰誰誰誰 那個誰誰誰沒送到 然後會不會講說 那個人沒送到 會不會寄我的仇 我覺得還好啦 欸你有在送嗎 有 少少的送 對 少少的送 但我是沒收到啦 我今年也沒送你 我今年也是少少的送 對阿 這你有在送嗎 沒有我是送給給我錢的人 蛤 對阿 你又沒給我錢 給你錢的人 就是有合作的案子的廠商阿 阿如果沒給錢的咧 沒給錢的人就沒有合作阿 喔 對吧 可是這樣沒給你錢的人 喔 有給你的錢的人很多欸 所以我就送給那些有給我錢的人阿 那你是個別個別送還是公司公司送 就看他給多少錢阿 所以他今天給你的 比如說這個case可能30萬 你可能會給他10萬禮盒 不會啦 這意思嗎 沒有我跟你講 我沒有深入這些 只是說 因為我很會寄人 每一間公司的每個部門的每個窗口的人名 我都會寄得 所以我今天在整理名單的時候 他只要跟我說那個誰誰誰 我就會記得說 有 我記得他 他當初很幫我們跟客戶說話 說這個影片不能改 那我就覺得這個人我記得我就OK 可是有一些人他名字講出來 我就知道說 喔這個當初這個案子很辛苦喔 就花了很多時間在談 然後我就會記得他當時是很幫我們的人 或者是他當時一直讓我們改東西的人 你是有去練什麼記憶的那個什麼數嗎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當記者 就是我對每個窗口都記得 就連某一家經濟 某一家代理箱的誰 換了一間公司去做哪個專案 我全部都記得 欸你這個是一個算是 某些層面算是一個B人的老闆 我是 就是你 你不能讓別人 就是別人如果忘記 對 你會說是那個那個那個誰 你記錯了 對對沒錯 他只要講出一個窗口 然後說這是假設是麥當勞 是IKEA的案子 我就會說是那個公關公司嗎 他說好像不是 那你就會馬上執政嗎 對我就說你再查一下 去年半年 上半年我剛合作過一個案子 他就在那家公司上班 除非他換公司了 不然這個代理箱就是做這一家 對那你講到說 你剛才是不是講到說管員工的事情 對 好那你會受不了怎麼樣的員工 受不了什麼員工喔 你有沒有什麼固定的 比如說像我會 我盡量是工作不遲到 就是譬如說今天是三點到法廊 就是三點到法廊 那如果會晚個五分鐘 就是趕快在三點整以前 或是三點整說晚五分鐘 就是一個告知這樣子 這個好像是我一個比較固定的 你有沒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我近期在訓練我助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講話要很精準 這個我也訓練過耶 因為我很討厭別人講話不精準 或者是 差不多 不精準是不清楚嗎 不是不是 就是不精準 什麼叫不精準 就例如說可能我會說 好那我們等一下去上醫師好啦 你跟我講一下這一集的那個助理主持人有誰 然後他就會說 有啊我都有看啊 是瓜哥 然後他的助理主持有時候是夏宇童 有時候是林彥均 林彥均就是那個誰 486嘛 我說486是誰 151 對 他就整個講錯 我說486是團購網站 哈哈哈哈 就是 林彥均是151 486是什麼團購網站啊 就是有一個網站486團購網 然後可以團購嗎 對對對 他可以賣東西 486 對 我猜一下 反正就是 他連151整個講成486 可是486很高欸 對 就是他整個記錯那個數字 你知道嗎 他如果是這樣說 喔那個 那個林彥均是486 我就這樣 蛤 486 姚明喔 我就看他說 你再說一次林彥均是486嗎 這樣 486團購網站我查一下 你不知道這個網站 欸我不知道欸 他是佛婆媽們買的啦 那我就不要買你的團購啦 喔 他裡面的品項跟那個團主們賣的不太一樣 哇 真的耶 對對對 所以他都是一個團購網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他限定的商品這樣 那你的東西會在裡面嗎 不會不會不會 那我知道 就是因為這些廠商是跟不同的團主或是網站配合這樣 喔你剛剛說不精準吧 對對對 我是不喜歡 呃 我後來還有發現一個習慣是 我覺得 講話很清楚很重要 然後邏輯清楚也很重要 對沒錯 就是呃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個round down 嗯 那我就會比如說我會跟你round down 那round down就是大概就是 其實就是看著講啦 對 那你連看著講你都不行的話 這個我也是不能接受 嗯 就是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 非常非常懶的 跟非常非常 不喜歡看round down的人 嗯 我就想要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 你只要告訴我說 好今天這個活動重點 一二三 要講什麼keyword 然後我都知道就好了 嗯 然後大概告訴我一個大意說 喔今天這個活動是主要promote這個商品 還是說喔這活動是要幹嘛 或是這個blah blah blah要幹嘛 但是這個 如果他的腦筋邏輯 沒有辦法清楚的話 有時候我會 我會覺得 這話就是離職 對 哈哈 就是煩 沒有 但你說的就是離職 那也只有阿仙嘛 那阿仙就是 的確是有這個小小的問題 但是他後來慢慢訓練 訓練了很久之後 就慢慢會變好 對 但因為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要簡潔有力的 對 的回答 就是有優點有缺點啦 對我覺得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 不可能是完美的 是 對 但我只是覺得就是我們 要培養員工的時候 真的不像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容易 因為 每一個人 他都有自己的思維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家庭 對 他不一定想要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人 沒錯沒錯 所以我會 因為他有一些 男言之隱 或是因為你是老闆 他不可能跟你講嘛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在員工這方面 我也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跟我一樣思維邏輯的人 我必須要去調整我的想法 然後 我覺得你不能把員工當朋友欸 我自己覺得啦 你覺得我把員工當朋友 我覺得員工就是員工 可是 他可以是朋友 可是 可是我就是那種會 我是感情動物 你知道嗎 嗯 就是我很容易會付出我的感情 對 然後我會受傷 可是因為你會參與他 我剛我正在學的就是 我不參與他們的任何私事 然後我要很公事公辦的處理好這件事情 就我也不想知道他今天在忙什麼 或是其他的事情 就他東西必須要準時教 然後如果要跟我聊天再聊 這變這麼冷酷的老闆喔 我覺得是啦 就是我覺得這並不冷酷 可是他不會 我跟我警戒人就是也不會真的管到他的私事 就是他但他私事就是大概還是知道 但他還是有他自己的空間 然後我也會 比如說如果我們正在休假 嗯 我就不會 我也不會特別說我去哪 但是我正當面就會劈一啪啦跟他講 就是會報告這樣子 這樣可以吧 可以當然可以 你想幹嘛就幹嘛 可是你剛剛那個說法就是說 你不去過 那你會跟他們吃飯嗎 會啊會啊會啊 那吃飯會聊天吧 會啊當然會啊 我說不過是不會一直追著他說 你明天晚上要幹嘛 或是你明天休假去哪裡 那如果你對這個員工有興趣呢 什麼意思 你說想跟他交往嗎 就是會不會有這個 是我在問那個就是有可能啊 如果 沒有欸 這樣很難做事欸 你會不會哪些突然就愛上了員工呢 不可能欸 你確定你要說這種話 因為我覺得辦公室戀情 這也算辦公室戀情嘛 就是只要同個職場 我覺得盡量都不要這種事情 因為我覺得就是如果牽扯到一些私人情感 很難好好工作 那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怎麼辦 那我們就變家族企業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咧 欸剛剛 喔對耶 我剛才 我剛才我家族 我家族現在認了一下 有沒有家族企業 對啊如果我們結婚就變家族企業啊 可是這樣OK啊 噗上噗水啊 暫時沒有這種規劃啦 就是我們不排斥也不傾向啊 就如果這種發展就再說 可是目前 好像算不錯啊 我沒有覺得好啦 因為這樣變成是如果你們以後住在一起 或什麼變得每天都在聊工作 就沒有那種上沙班切割的時間 喔 那你有辦法 你有沒有辦法幻想有一天 假如說 好你今天有個老闆 那你有辦法跟老闆 你覺得要不要跟老闆談戀愛 你說我要不要跟老闆談戀愛啊 對 我可能也不行欸 為什麼不行 老闆讓你不愁失穿你OK嗎 可是變成是我變成 如果我們的私底下生活 都變成是他要交代我事情 我可能也不想要 就例如說我跟他去吃牛排 吃到一巴探的時候 欸那個案子裡面幫我聯絡那個誰 我就想說 現在不是下班時間嗎 所以你還是想要做自己的老闆 你不想當老闆的另外一半 那這是兩件事喔 沒有沒有 因為我今天講的不是做自己的boss 那如果今天反過來 我們可以做別人的boss的話 可以嗎 但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如果跟老闆交往 對 然後呢老闆就會把你當 他老闆會把你當 反正我沒有要跟任何工作上有往來的人交往啦 可是這個如果 這個人如果工作可以幫你很多呢 可以嗎 嗯 就是如果會交往 一定也不是因為他工作可以幫我很多 一定是我本來就太喜歡這個人 喔 我覺得啦 那感情觀好特別喔 會嗎 像我們最近身邊有一個人準備要變房東太太啦 就是房東幫他就是弄了很多家具 幫他買了很大的電視 嗯 然後我們就覺得房東對他有意思 嗯 然後這個事情我們就還在觀察 所以我才會問你這一題 喔 可是房東跟老闆不太一樣 沒有房東就是 房東也是有 就是你知道他是房子的 的人耶 他給你住房子對你那麼好 可是因為你是他的房客 你是他客戶啊 你不是他員工啊 所以不一樣嗎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因為他工作還是分開 他還是有他的工作 喔 所以你意思說喔 房東就只是房東 對 但是老闆的狀態不一樣 對老闆是主顧關係啊 可是房東是 只是我付錢的人 我覺得不太一樣 好吧好吧 那這個就是白講了 好啦 我看一下說什麼 不是因為我以為一樣 結果我搞錯了 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房東不是也是差不多嗎 房東也是一個有 可是你不是在房東底下工作啊 如果你的工作是幫忙幫他接客人 然後看房子 租房子包租代管 那你就是他的員工 喔 因為他不是為了房東工作 但是老闆是為了別人 就是你要 老闆要給你工作 那如果你跟老闆在一起的話 你要幫老闆做很多事 對對對 OK好不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 喔 忘記說了 你是從那個什麼 記者 然後一路現在變成了知名網紅 小網紅 應該是說 應該是要稱呼你為YouTuber呢 還是要說網紅 都可以 想叫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那網紅第一 你歌手也可以 這就 唱跳明星我也可以接受 這我不能接受 那你覺得你比較 比較網紅 你可以跟別人解釋一下網紅嗎 我覺得大家想要怎麼去看這個身份 好像都可以 你想要聽的是什麼 可是網紅 比較算是比較早期的稱呼 那現在呢 現在可能大家比較稱呼 例如說是YouTuber 或是創作者 因為當年會叫網紅 是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在網路上紅起來 可是後來現在比較稱為 某一些人叫做KOL嘛 那KOL就是他在某一個 關鍵的意見領袖裡面 是有帶給他們的一些 價值觀或什麼 他是一個領頭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 每一個網紅都是KOL 可是每一個KOL都會是網紅 你聽得懂嗎 可能都聽不懂 就是網紅 他可能是網路上分享一些影片 可是他不是有帶領一個價值觀 或是一個職業 他就突然紅起來被關注到 因為前幾年社群上 比較多突然的爆紅的人 可是到後期現在 比較難有單純的網紅 就不是說我在拍拍照就可以紅了 他必須要有一個專業 例如說假設我是營養師 我出過書 我是個整形醫生 我是個腫藥師 或是我是個很會健身的人 他們在他的專業領域 在不管是IG或社群的分享被看到 所以他們就在他們的 他們的關鍵的領域裡面 他成為他們的意見領袖 就會被稱為是現在大家所謂的KOL 這樣 所以看大家怎麼去定義他 那你的擅長的領域是什麼 例如說我可能會訪問別人 或是寫我自己的觀察 然後或者是可能做自媒體的東西 這樣 但為什麼你我想很好奇 就是每次為什麼你的IG 就是都可以那麼會打那麼多文字啊 我覺得是看大家 希望別人想要看到他什麼東西 因為我的IG不是主打穿搭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主打穿搭 他可能只要隨便寫兩句話 他就可以寫說我今日穿搭 或者是hashtag什麼OOTD 但你每次的文章都會讓我覺得 你好像對這件事情感覺是100 因為我覺得我想要 第一個我自己是本來就很愛寫東西的人 我每天都很喜歡寫東西 那你會出書嗎 會 應該12月 真的喔 你要出人生的什麼大綱嗎 對對對 我已經寫完了 今年12月應該會出書 真的喔 是不是我要寫序 要嗎 要吧 沒有我還在看啦 因為我看這個書 因為我後面 因為我本來去年寫完了 然後現在重新調整 現在重新調整 因為頁數突然多了兩萬多字 我怕出版社覺得 前面的頁數不夠讓我寫序 或許我就一個人都不找 那這個書大概會是寫什麼 就是我自己從以前 從傳統媒體 就是電視台 然後到新媒體 就是在ET TODAY 後來到自媒體 就是我覺得走過了三種不同的媒體 然後看到這個數位匯流的改變的一些心得 跟我自己做完這些事情 覺得要怎麼去看我自己以前的事情這樣 那你覺得這三個到底就是 就是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覺得像是你們這種比較早出道的藝人 應該也感受很深刻 就是以前這樣上個電視上是黑社會 就很多很多人看 但因為以前那時候我上電視的時候 我沒有這種感覺 對可是他就是傳統媒體 因為以前有人看電視 很多時候的接觸是新媒體 對 但新媒體就是 開始網路上會有新聞 然後就是會一直run一直run 然後到現在自媒體 我覺得現在自媒體 是我覺得目前我覺得 我覺得是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簡單切來看 就是你看以前傳統媒體 就是你上了黑社會大學生了沒有 就很多人看 看到戲來了 可是到中間新媒體是 以前可能很期待 你只要去專訪 或是有報紙拍攝 就覺得好多人看 好多人看 可是到中間有一段時間是 你更期待他的虛新聞有沒有來 或是他ET Today有沒有出擊 因為你覺得影片可能會有100萬人看 然後300萬人轉發之類的 然後可能這個新聞就會爆紅 然後後面自媒體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當記者的時候 可能一個明星他如果結婚分手了 經紀人會打電話跟我們說 等一下我們要發稿 可是現在其實他們就不care 他們就只要自己在IG發一篇文章 或是一個限動 他就會變成一大堆新聞 然後就變成是他的影響力 已經高過所謂的主流媒體的時候 自媒體的影響力就會變大嘛 所以這時候變成是他們要珍惜他們的影響力 去做他們不管是他要發揮他的影響力 或是他去做他的商業行為也好 因為真的是有一陣子就是 發一些奇奇怪怪的 就是我可能自己發一些東西 他就會想要 他就會自己發一篇文章 對 但其實現在好像最近的趨勢又開始 你一定要發一些可能穿的比較少的 對 或是一些比較重大的事情 才會有run新聞 就是但你以前 應該說兩三年前吧 只要你發一些有趣的就會被發 但現在開始沒有了 就是他現在又是在轉換一個風向的時候 然後還有加上自媒體 就比如說 好我自己在做Podcast Podcast基本上就是不會賺錢 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找朋友來去去就 然後聊聊天 然後可以從工作中獲取一些 平常 因為可能平常我們在家 我們不可能這麼正經的聊天 就是我們都會 尤其你 什麼我 在我家都在睡覺 吃完飯就說好累 不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可以正經聊天的人 不是 我也可以啊 你有約過我嗎 我也可以啊 可以嗎 你在我家吃飽 就這樣 好累 然後你叫我一下看電視 他這樣 因為今天是我們最正式的聊天 今天算是我們兩個首度高峰會 對 對 你這樣講真的 我們兩個 因為我看到你 我就不想要認真聊天 什麼意思 你把話說清楚 就是聊幾句就想要好笑 或者是 你就會歪樓啊 我今天一直在走這個腳本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棒啊 因為我沒有這樣認真跟你聊過天 我跟他認識了這麼久 真的沒有這麼認真的聊過天 有啦 有時候講事情可能 一兩次 超級超級少 然後我也沒有 所以我剛才會說 我看他在說話的時候 很認真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迷人 是因為 剛好他頭頂上有一個光 剛好灑在 就是灑在他的臉上 因為他 其實他 為什麼會想要找 觀賞老師跟我一起聊天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他其實算是一個觀察家 在我的心中 他是一個 很會觀察一些 有的沒有的人之外 他其實了解非常多 這個圈子的 是是非非 比如說我有時候可能 心情不好 我會問一句他說 那個怎麼樣 他就告訴我 他會直接告訴我切出重點說 那就是怎樣嘛 那我就會覺得 OK 沒事了 這就是觀察我的作用 就是大家會覺得 也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他就是愛笑很吵 他呢 其實也沒有 他的那個吵 就是他的一個 形象而已 也沒多愛笑 真的好笑我才會笑 可是 但有時候別人說你吵 你就會貼著給我看說 為什麼要講你啊 對對對 但我一開始我也會覺得 別人講我吵 我也不能接受 但我後來就覺得說 我真的真的就是 只是想要把我想說的說出來 我完全沒有覺得 我吵是為了吵而吵 嗯 相信觀察文言 不是為了吵 誰會為了吵而吵啊 應該不會吧 那也太吵了吧 那會有人吵 為了吵而吵 為了吵而吵 那真的有這樣的人啊 我不知道 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相信 但只是我們就是 現在此時此刻 坐在這裡呢 我們 而且我們兩個是一個 以一個 就是兩個不同身份的老闆 在講就是這一集 嗯 就是感覺有點震驚 但有點開玩笑 但是 就是做自己老闆 真的超級超級困難 就是老闆 就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嗯 我覺得有 老闆看是賺很多錢 但老闆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像我可能最近我可能 我以前就是一個不愛Social的人 嗯 不喜歡Social 嗯 但現在我也沒有很喜歡Social 但我現在就會可能 有時候會稍微出去認識一下朋友 嗯 就是 認識一些朋友 或是主動去做一個事情 嗯 因為老闆的思維會有點覺得說 反正員工會幫我做嘛 嗯 然後但我現在就是 我有點轉換一種思維 就是我覺得老闆去主動提起 很多事情其實也沒有非常不OK 嗯 應該說我把這 我沒有真的把自己當作是個老闆 我只有當作我就是一個發薪水的人 嗯 其他的部分我都覺得 我就是跟他們是一樣 我就把他們當朋友 嗯 對 你有這樣嗎 因為我不 什麼還好 欸 我很不喜歡老闆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老闆就是 他會覺得 我給你錢 我最大 我不喜歡這種的 所以 老闆這兩個字看似很大 他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嗯 是吧 對啊 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欸 我老闆欸 我叫你做什麼就去做啊 但這種想法我真的 蠻不認可的 因為我沒有遇過這種老闆 所以我 你沒有遇過這種老闆嗎 對對對 但是 當你遇到的時候 你一定也會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偶像劇很多啦 可是沒有真的遇到過 你說什麼霸氣總裁嗎 之類的嗎 你偶像劇看太多了啦 真的 事實上 像我們的同學 他有碰到這種老闆 比如說 他會用一些苦情招 嗯 但是他其實比如說 因為我同學要帶孩子 他就會 因為他之前是每 九點到八點的班 嗯 但是那個老闆就會說 那你就上到六點就好 那我要扣你薪水 欸 老闆那個扣薪水都隨便亂講欸 他說他扣你一萬 這麼多 一個月扣一萬喔 很多欸 然後我同學就回去算了這個錢之後 其實算下來 其實應該是扣七八千而已 嗯 但老闆就可能覺得 反正我就取一個整數嘛 一萬這樣 嗯 就是有這種狀況 但你沒有碰過霸氣 就是那種 真的對你很兇的老闆 沒有啊 可能因為工作產業的性質啦 因為我們 那你以前在打工的時候呢 打工也還好 因為打工是業機制 所以就是你會覺得 做越多錢越多 欸那你真的沒有看過 惡霸老闆欸 也有可能是 我表現真的都一直很好 所以老闆就不討厭我啊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接話 好 沒關係 這個我要怎麼接話 不用接啊 我想說 你再把那段話再講一次 你覺得你怎樣 有可能我表現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沒有遇到很兇的老闆 喔 你不要再碰頭髮 你快快一點啦 你現在有沒有想要做一些 就是品牌什麼的 目前還好欸 你有嗎 我有想欸 但是就會覺得 做品牌也是要花一筆錢 要想好好的思考一下 對啊 對那 那如果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推薦一些 就是想要 自己做自己的老闆 你覺得要給他們什麼建議 嗯 我是覺得沒事不要做這件事 然後 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推動力 那個推動力可能是 你現在的老闆很煩 然後你必須要出來自己做 或者是 你要真的很清楚自己的 最遠的目標在哪裡 而不是說我現在就是不爽 我要來做 可是到最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那個就會很累很累很累這樣 嗯 那我覺得我的推薦是 我覺得要去 先去收購一些老闆 嗯 一些比如說 磨難跟 磨難跟摩擦 就是這些事情之後 你可以決定 你是不是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覺得毅然覺得人 突然就比如說 好我現在聽到你們這個Podcast 我就去當我自己的老闆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點不成立的 因為你沒有經驗 應該是說剛剛前面講的什麼 磨難啊 磨擦這些都是說 要從經驗中去讓自己知道說 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自己的老闆 對 對就是經驗如果可以一直run 一直run一直run 到最後那些都會是你的養分 因為重點就是他要真的有想做的事情啦 不要說啊我不想當員工所以我來當老闆 可是他只是不想當員工 對 你又沒有真的想當老闆 對但就所以要有經驗之後 你可以問你自己說你自己是想要為你自己主導一切嗎 還是不是 所以當你思考好了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老闆 對 但當自己的老闆到底有多難 必須要你自己體驗你才會知道 對 是吧 對 好謝謝今天觀哨完今天這麼認真的跟我分享了 就是當自己的boss有多難 然後他還會有跟我有一集 可能會是比較輕鬆 因為今天這一集稍微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小嚴肅 還好啦還好 但是可能下一集就開始吵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 呃 然後他自己本身他有podcast叫做 負能量週記 大家可以來聽 是在什麼時候會上線 每個禮拜一 早上六點 我是每個禮拜一 中午十二點會上線 然後晚上八點會有影像 在我的youtube頻道 你呢 我是早上六點是有音檔 然後晚上六點是有youtube的影像 其實這個我整個完全就是學他的喔 哈哈哈哈 其實因為我知道他早上七點 所以我就說那我要定十二點 然後我知道他晚上影片有上到我說我要十二八點 所以他就是我的那個podcast的典範 大家就跟著聽就可以了 對跟著聽 禮拜一就可以聽到我跟關上文的podcast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可以去關注我們的instagram facebook and 幫我們打五顆星好了 哈哈哈哈 他第一次很需要一些評論 拜託大家 希望他可以讓我們衝上前兩百名 謝謝大家的收聽 大家拜拜 拜拜 吉利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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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子 吉利卡拉 吉利卡拉